家里今天又在伴厨 有六桌客 桂花已经开了 老远都能闻到香味 桂子花开 十里飘香 这边的刀骨基本上都吃完了 这次你来的是个 你家大要饭了 要得了 家要饭了 塞鸡没了 塞鸡没了 这下是鸡 可以可以 家里有鸡 你九十个吧 你是跟那些 这几件是跟那来的 能说明 哦 没了 我聊得好 阿姐咧 给我找一下阿姐 阿姨家的阿姐 不见了 看一下 在哪里 哦 这里啊 他说叔叔在给我拍照 宝宝没不没 宝宝 宝宝没不没 没不没 答应叔叔 阿姨拍照拍照 宝宝没不没啊 不没 现在变天了 要穿长的衣服了 那个短袖什么都拍不上用场啊 嗯 宝宝醒了吗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要这个问题 动不动就是宝宝醒了吗 医生他不是叫我们要多听听他的态动吗 这听态动跟他醒有什么关系哦 他醒了才会动嘛 有个事情我跟你说一下 嗯 你不要老是刷抖音 看那些什么泡妇产的视频 听到没有 为什么 你看你 在抖音发那个视频 你是不是老是看到那些泡妇产的 又想到你第一次泡妇产的经历 你就会觉得有点怕呀 会觉得很痛啊 对不对 那你不是女人 你肯定理解不了那种痛啊 我跟你说 泡妇产 跟顺产的区别在哪里 顺产就是生的时候 痛 反正就是痛那么一会儿 或者是一天了 泡妇产就是 打麻药的时候痛 小孩一生下来之后起码要痛一个星期 你知道吗 这个我肯定能理解啊 虽然 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痛 但是可以想象的到嘛 你看要 从布置里面 勾条伤口把小伯伯拿出来 那肯定是痛的 那你不要坐起来坐起来干什么 那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 我跟你说 痛在哪里哦 像泡妇产 因为我头上是泡妇产的 所以说我这一台也是有泡妇产 最痛就是下床 第一次下床 哇 那种痛 我知道很痛的 我的意思就是 叫你少看点这种类似的视频 因为你看到了你就会想到那种痛 然后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嘛 因为你现在怀着宝宝 最重要的就是要每天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 嗯 不管你多痛 有我陪在你身边啊 啊呼 你陪在我身边 哈哈哈 他这不是陪不陪的问题 是那种痛 真的很痛的 哎哟 我知道了 知道 我跟你说 现在是这样的 在这里拍视频 笑量在这里聊啊 到时候你想笑 你都没没力气去笑 你知道吗 是的 笑你们女生了真的是伟大 特别是 做了母亲之后啊 要经历一个那么痛苦的过程 像我们男人呢 是无法理解那种痛的 你看嘛 这个肚子 小的时候就跟你那个肚子是一样的 你无缘不把他脏那么大 你想一下对不对 然后破破腹要破七成 你知道吗 肚皮上破七成才把它拿出来 那种痛你们确实是没办法理解 所以以后 要对我好一点 知道吗 不许的 不许的 其实你要这样想 虽然说那种过程很痛苦 但是痛过之后 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降临到你在身边 其实那也是很幸福的 对不对 那也是了 是吧 就是做这一切还是都是值得的 值得吧 主要是为了他嘛 再又是为了你嘛 对吧 老婆 嗯 我还跟你上这个事情了 嗯 你看 宝宝也越来越大了 最近他的预传期啊 只有三十多天了 你想我们接下来就要真正要为宝宝的教宁做准备了 我只是想问一下你宝宝就是到底准备在哪里生了 那肯定要去湖北生了 去湖北啊 嗯 他说我是 依着你 你想在湖南这边生就在湖南这边生 都一样的 那这个不是你依着我的问题 那肯定只能去湖北生了 其实这个都一样啊 湖南也是家 湖北也是家 那边生都一样啊 我知道你对我好 然后也是确实是为我考虑 觉得我在这边生活 各方面还是习惯一些 但是生宝宝这个问题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这不是小事情 生肯定要去湖北生的 你可以不用想那么多的 你是决定去湖北生对吧 嗯 其实去湖北生那边生的也可以 现在其实医疗条件都差不多 连湖南那边湖北那边的医院呢 各方面条件也可以啊 既然在决定去湖北生的话 我们也就是准备回去了 哦 你跟我说这么大半天 就是一直就是说要回回湖北了 你想不想吧 宝宝有30多天就要降临了对不对 那肯定现在你就要好好地就是 安安心地养胎啊 带肠啊 如果在这边的话就就不用回嘛 如果决定回湖北生的话 那我们肯定就要准备回去了 哦 哦 你说这么大一圈 重点就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湖北是吧 重点不是问你什么时候回湖北 重点就是问你在湖北还是湖南生 哈哈哈 确实也是要回湖北了 反正你决定嘛 看一下我们是哪几天回去嘛 那既然决定去湖北 那就 就这一两天嘛 我们就准备回去了啊 嗯 回去要做很多盾备啊 反正你决定嘛 哪天都可以 哈哈哈 当然以我的想法 我还是想在这里还多住几天 哈哈哈 但是不能了啊 找你回去嘛 啊 多住几天也可以啊 想多住几天也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不要不要哈哈哈 听你的 主要是我以他为重知道吗 他现在是占首要地位 现在想一想 还有三十多天我就可以看到他长什么样子 嗯 满心期待 我还是希望他碰嘟嘟的 起码你也要比我们两个圆一点哦 伯伯刚才是不是在动了 嗯 还躺会躺会躺下来躺下来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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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